我生酮一段时间之后 BMI现在很低了 没有不良反应的话 可以吃一点粗粮吗 这个问题上次是谁问过 我还回答过 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一个帖子 是你问的吗 我不记得了 当时我说有几种方法 三种方法都不用增加碳水 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你增加你每天吃 对吧 你说你一日一餐了 你现在改成一日两餐好了 改成一日两餐 不用吃粗粮 这样的话你体重就不会继续下降了 甚至你可以一日三餐 这样你体重也不会下降 然后实在要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吧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你实在想吃粗粮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保证不要太多 对吧 因为你一日一餐 你对碳水的那个忍耐度还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说你可能体重负胖的这个几率是会出现的 平常每天记得称下体重 如果你一下发现吃了碳水之后体重增加了很快 那还是建议你 再把那个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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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餐改成一日两餐 同时还是低碳生酎饮食 这样的话体重还是会比较稳定的 其实我现在就是一日一餐我体重没有变化 我体重很稳 根本没有增也没有减 就你保证你每天吃的东西差不多就是那些 然后比例也比较合适 你体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也不会说无限制的往下降的 你不要担心这一点 身体不会那么傻的 蛋白质啊什么各方面可以多吃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增加 也就增加蛋白质跟脂肪就可以了 不用增加粗粮 如果你担心什么营养 这方面 不均衡啊或者是什么啊 这个东西粗粮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粗粮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 一般就是一些微量矿物质 还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通过 别的食物可以弥补的 可以同样的替代的 所以